徐吉千 你的数字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数字是 是11 11月 一个是1987年的11月5号 一个是2014年的11月7号 前者是我母亲离世的日子 后者是我奶奶离世的日子 其实这两个日子对我来说是遗憾 就我现在其实可以比较平静地说这一段 就是怎么说呢 我母亲是我没有这个机会去照顾她 而我的奶奶是我 是我没有 就是我没有经济能力照顾她 那时候我还不哄我也赚不到钱 所以就是我想 我想努力一点生活 让剩下的爸爸过得好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想有一天 去另外一个世界面对他们的时候 我有精彩的故事可以跟他们说 不枉他们照顾我这一生 就是这样 其实他们真正需要的非常非常简单 两个字不是财富是陪伴 比如说你奶奶还在世的时候 她其实根本不在乎你跟她买什么点心回去 你奶奶很在乎的有可能就是 你会经常去听她续导 经常去听她说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 甚至是十遍相同的那个故事 只要你还坐在她旁边听 你不嫌烦 你不打断她 你不说奶奶这是第三遍了好不好 老是说我小时候 奶奶会说我说过了吗 抱歉那是因为她老了 她在抚养你的过程当中 她在不断地付出的过程当中 她老了 所以不要嫌弃他们的啰啰嗦嗦 去陪伴他们 那个跟钱没有任何关系 我现在每次抱着小木木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小时候两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也一定这样抱过我 为什么我的孩子两岁了 我抱着他的时候 我父亲再也没有机会 像抱着两岁的我一样的 抱着现在四十二岁的我 原因很简单 是我没有给他机会了 其实爸爸真的愿意 搂着我们的肩 甚至把我们抱在怀里 就像四十年前一样 就像三十年前 你刚刚生下来一样 他抱着你 你给他拥抱你的机会 比你给他任何奖杯 多少银行存款 爸爸我红了 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 薛之谦 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给你父亲拥抱你的机会 给的越多 他身体越好 给的越多 他越能够感觉到 你对他的爱 因为你在他心目当中 只有一个角色 儿子 才儿为什么又是你 不应该是你啊 你怎么 你这两天搞什么 你搞什么鬼啊 很软弱的心 婚姻可能出现状况 天哪 这个会被剪成短片播出去的 我 ağ�了 你说什么 我家说 我家说 我家爹 你不应该是你 你不应该是你 我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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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哪 那天哪 我家里